嘿嘿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我就是高达威猛英雄这些政治节目上的 今天在那解说野豪军 那么又是来到了新一期的视频 如各位所见 本期蝶血青龙5也好给大家带来的是 战争之王潘森 那么继上一期视频之后 给大家OB了一场王者五的排位比赛 也是学习了不少秘技 自以为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如何使用一些秘技 如何在王者五这个分段 跟他们对线进行互拼 之类的 我觉得是成长了许多 那么经过一周的磨练 我决定今天要再次挑战一下 王者五这样的顶级分段 让你们认识到 意念移动鼠标 闭着眼睛 OB全场这种最最基础的秘技 在这个分段是很常见的 一集团直接打起来 王者五怎能没有一集团 这边我被练到那儿没有关系 你练我我会晕 你打次负的闪现 被闪现跟点燃接平原 应该死了 居然没有死啊 非常牛逼 这一招居然没有杀掉 那么继续深追 亚索这边手上有个哈萨帖 当然血量很少 一个哈萨帖 被这边剑魔直接闪现 躲开上点燃 剑魔这边被打出被动 原地复活 这边起身的一瞬间 直接被一个铁锤 直接捶死 看没看 都没有看清 他又没有闪现 这边你闪我也闪 大家交了很多闪现之后 亚索死亡之后 回家重新TP出来 加入战场 这边有没有机会 他扛塔了 顿住他 防御塔并没有进行第二次的攻击 让他侥幸逃脱 现在的话 亚索又是冲上前去 仿佛要死第二次 我们帮他挡一下EZQ 而EZ并没有选择深追 寡妇这边冲过来一下 没有死 第二下 我们收掉寡妇的人头 帮助队友拿下一击人头之后 达到了2比3 这边有没有机会 这个莫甘娜 血量非常诱人 Q空了 两秒钟之后 盾机好 吹我一盾 上点燃平一下 给草松拆一个眼 嗯没有关系 我们继续深追 交闪现 看不见不要紧 眼差在外面算什么 只见交个闪现 将他强行杀掉 E集团 强行扳回3比3 好的 依旧是国际惯例 把对线期无聊的画面 给大家快进掉 我展示强大的随缘补刀法 这种秘技 怎么能随便让你们看到 被你们偷失了怎么办 话说 最近有一款叫做 守望屁股的游戏 非常的火 甚至有小伙伴都说 啊有了守望屁股 我都不想露啊露啊 嗯 对此我表示 非常的不复啊 不就是屁股吗 我也有啊 好的 终于到达了6G以上 拥有了魔法大屁股的我 已经饥渴难耐了 就是现在 中路有一波机会 吃我一击大屁股 好的 位置就在这边 见魔王 你还想跑 大刀疯 呃 他竟然直接回头 很机智 没关系 先落地下来 往前追 想走 刀给他定在空中啊 一毛戳死 哎 这就是我大屁股的威力啊 威慑你啊 威慑你 虽然没有用屁股怼到他 但是我们还是把他 吓得落光而逃 我们继续向前推进啊 这一个卡尔玛还不走 萨 哎 你仨 放一个Q 进来没有任何关系 刀 再给他一个盾子啊 这个平A 莽森这边一个大招啊 直接是把寡夫射在了墙上 但是自己也是无奈被杀 这边压缩扛塔啊 扛了两下 被叫了慌张 交出一个打飞墙 再想要抵挡一下防御他的伤害 继续闯一堂 竟然敢对我疾风剑号有想法 看我挡住你的伤害 那这一波有机会啊 下路啊 虽然说我们在中路推进 但是布里斯这边是可以跟我配合的 来来来 这个莫干达血量很少 有机会 我的屁股已经饥渴难耐了 他们看到我 但是没有关系 看我螺旋走位 左摇右摆 来Q我 回流身法 蛇行走位 来 骗出的Q 准条鎖开 顿机将他人头收 哇 这个机器 这个人头一击 练得非常熟练啊 没有关系 像我这样 大方的人 怎么会在意一个区区的人头呢 我们偷偷把他的ID记下来啊 回头预报一下 这个时间已经到达六月初了 那么六月初 当然是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啊 一件是中考 一件是高考 中华大陆万千学子啊 过独木桥的两场考试 也好也知道啊 有部分观众老爷呢 是中学生啊 参加这些考试啊 中学生 这个非常美妙的中学啊 也是人家好曾经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之一啊 衷心的祝愿各位考生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 在考场上发挥出各式各样的秘技啊 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啊 拿下这场考试 进而成功的啊 就读一些自己理想中的学府啊 那么因为这个视频做完的时候 大家看到的时候应该已经是高考结束了 中考还没有开始 所以希望广大高三的学子能够更加娱乐的看这些视频啊 希望大家能够看得更加开心 考完了就不要在意这些其他的有的没的啊 考的好或不好都不能影响你未来的人生啊 只能影响你之后四年在哪里打英雄联盟而已 所以说不要在意这些沉寂的问题 该吃吃该喝喝 之后的时光呢 可以进行一场毕业旅行啊 多看一些闲书啊 做一做未来的规划呀 打打游戏看看蝶血心动物之类的 完全的放松自己啊 享受着本就是享受的时间 最最重要的就是与那个他 可以并肩的坐在洒满阳光的午后 一人手中拿着一杯奶茶 泄意着聊着天 肆无忌惮的探讨着未来的路 享受最纯粹的 也是最美好的情感 这才是中学啊 这才是青春 也好当年也是经历过青春的人啊 啊当年的午后啊 当年的暑假 我与一百多个学妹啊 并肩坐在那里啊 是吧 那就是我的青春啊 啊我至今可以记得那一百多个 学妹长的样子啊 都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是吧 所以说每个人的青春啊 你都不要后悔啊 是吧 哪怕你没有一百多个学妹啊 也没有关系 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大学的生活中也能够 更加的努力啊 更加的向上 那么中考的中学们也是一样啊 也是即将迎来 中考 很快就会步入高中 那么高中 才是人生中我觉得 最值得留恋和回忆的三年时间 所以说啊 一定要把握好不要虚作光阴啊 那么废话扯了这么多啊 也是只想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就是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啊 一场考试并不能决定任何的事情 是吧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压力 无论是考的还是没有考的 都是不要有压力啊 考过是的 要轻松 没考是的 也就是要轻松 那么比赛进行到这个时候 可以看到我的戒指上面 已经是写了一个数字10 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他们居然在我的面前啊 打小龙 当我不存在咯 吃我一记飞天遁地 大屁股啊 这边直接把屁股亮出来 预备 哇 这一个伤害瞬间爆炸 这寡妇都没有看清发生了什么 就被我一个屁股怼在脸上 直接撬遍 这边给我上一个点燃 转头就跑 还想杀我 我不仅不会死 我还要四击反杀 就是这波机会 那么上一期视频也好 就给大家讲过 做事一定要谋定而后动 对吧 那么我们在进行一波操作之前 一定要脑中构思一下 这一波应该怎么打 可以看到 EZ和莫甘娜的血量都不满 而我现在呢 已经是黑暗制魂十层 乌妖在手 一个字形容就是无敌 强大的杀戮欲望呢 仿佛都要破体而出啊 对面这一个小白脸 外加一个搂娘 完全就是我的囊中之物 关键的关键 就在于莫甘娜的Q和EZ的E 只要我们机器 帮我骗掉对方 这两个关键技能 我就瞬间隔墙 W晕眩AQ AE 瞬杀EZ 然后转头就跑 没有Q技能的莫甘娜 是无法留住我的 好的 我们耐心等待一下 莫甘娜Q交了 EZ的E 他用E 好像用E 瞬间死了 动机过去 Q他用E 等一下 好像有点不对 那么这个情况就告诉大家 计划往往不是万能的 计划赶不上变化 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紧张 不要过分紧张 我们可以看到 比赛依旧在继续 上方好像是发生了一段PK 亚索这边很秀 母王连招用的非常炫酷 揣 KW R 直接死掉 这一波操作堪称艺术 BROKEN SPIRIT BROKEN SPIRIT 此间之事 日战狱猎 YES BROKEN SPIRIT BROKEN SPIRIT YES BROKEN SPIRIT BROKEN SPIRIT 亚索 风 FU BROKEN SPIRIT R BROKEN SPIRIT PROKEN SPIRIT 可以说是非常的炫酷值得学习啊 不过这一边又是来推我们的中路二塔 七我中路无人嘛 直接一屁个蹲 这个剑魔瞬间被秒 忙着插眼过来 想要打给一个减速过第二份W好 再一下Q技能 戳死对面的卡尔玛 这边往前继续深追 一直交一个 回头有个寡妇 回头先杀寡妇有点燃 直接上点燃开E技能 忙着过来一脚 其实啊 在这一瞬间 我已经清晰的洞察了 忙僧这一脚踢阴波的轨道 根据我内心精妙的心算能力啊 和轨道运算 这一脚Q100%就会踢中这个划 我这个时候呢 只需要上前补下伤害 配合忙僧二段斩杀的这个效果 就可以顺秒划 完成反杀 一脚踢中瞬间反杀 完成反杀 完成反杀 可恶啊 小兵竟然躲在我屁股后面 我没关系 盲僧替我报仇 一脚Q 非常不错 这一脚Q完全封住了寡妇的走位 成功替我报仇 非常感动 我盲僧这边 自己也是被莫格纳 一个Q收掉 这个时候我决定 做一件关键性的道具 尊严之书 法师的尊严 在经历了数场团战之后 我终于是将法师的尊严 参悟透彻 法师的尊严 这是一件非常强大的魔法装备 上面写满了奇怪的咒纹 但当你的魔法之力越强 上面的咒纹就会越少 最终就会变成一件无敌的神器 无字天书 得到了这一本无字天书 我现在的战斗能力 简直就是飞天爆炸 无敌强势 这个时候对面居然还敢找我们打架 发动密集 那么这一招的奥妙 就要在于洞悉整个战局的全部细节 我们强力的前方部队已经将对方全权逼退 只要对方退入这一个狭小的拐角 那我们就可以前后加攻 敌军必败 好的大招已经就位 同志们坚持住 我来了 卧槽 这也可以 这 电脑的锅 电脑的锅 兄弟们对不起 我也不想的 但是电脑无奈 它莫名其妙就难屏了 这让我很尴尬 电脑卡得我显示器都变成黑白的了 我看来要去重新买一个彩屏显示器才行 好的 那么这一波失误 大家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虽然我已经拥有了无字天书 但是架不住电脑的锅 电脑的锅 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 我们人头已经落后了 感觉这一局很难赢 虽然我已经拿出了超级强力的无字天书 但是作为拥有大屁股的男人 感觉hold不太住 对面这些小白脸什么的都太强了 太强了 有点难度 我们这边拿一个蓝bub 继续跟他们进行着一些厮杀 其实每一期视频都要跟大家提一嘴 本视频所有的出装打法都是纯娱乐的一些玩法 希望大家不要模仿 千万不要模仿 千万千万不要模仿 叔叔是有练过的 你们没有我这样强大的腰部力量 是没有办法使用出这些秘技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冷静 要谨慎 千万不要随意拿出来用 秘技秘技 要藏得住才行 也是希望各位观众老爷 能够关注一下屏幕下方的新浪微博 或者说加一些粉丝群之类的 我们一起交流密技的心得 对不对 这边居然又爆发了一波小规模的团战 盲森一个零距离插眼 然后一脚把对面踢死 哇 这招用的非常熟练 还有一个一厘米插眼 然后一脚大招 直接把对方直接是把这个莫干达踢死 莫干达都没有反应过来 这个一厘米插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髓 这边对面先死一个 但是感觉这波团还是要继续啊 我们应该可以推进一下中路的二塔的 有没有机会走位躲一下 不要吃他这个繁咒的Q啊 这个伤害是很高地 好的 走过来 等待队友跟队友 哇 这边直接是杀掉了我们的亚索啊 这个亚索很凶猛啊 一个打两个直接死翘翘了 这样的话 感觉有点危险 对方应该会从后方包抄过来 但是我们队友已经先上了 没关系我们过来输出一下先杀的寡妇 血量有点少先行后撤 这边有个剑膜没关系 我们反身W 想杀我来啊 表弟表弟 过来过来过来 到表哥这里来一下 什么事啊表哥 你是不是又动了我的手标键盘 嗯 没有啊怎么可能 我刚才一直在看响 好的 这一次啊彻底解决后患 我肯定不会再死啊 啊 这个表 哎呦 这一招 他配合的非常完美啊 这一个闪现勾 好这边 直接越塔 EZ剑 一到塔上来杀人 很凶啊 这一波我要复活了 有大招 吃我一记魔法大屁股 我感觉我要四杀 好的 就是这一边 预备 找机会 就这 起跳 他们全部都在我的屁股范围之内 他们已经是尸体了 咚的一下盾基柱这边的ED 一个一技能Q 收掉人头 莫干达还想杀我 我是有闪 刚才射的位置不准啊 我补了两枪 现在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 之后的操作肯定会非常的正常 我也应该不会再死了 其实我表弟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啊 无奈就是手太欠 每次都要在我玩游戏的时候干扰我是吧 搞得我非常火大 我们永远勉怀他啊 我的表弟一直活在我心中 比赛来到了这个时间点啊 难度是越来越大 仿佛已经是翻盘无望的结局啊 但是我们这边所有队友都并没有放弃啊 根本不可能选择投降 王者武没有投降 只有战败而亡啊 这个时候要不输要不赢要不死啊 没有输这一说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看到我们在疯狂的反抗 但是效果甚微啊 但是我们是绝对不会放弃的啊 绝对不会放弃的 王者武还是坚挺的 哎 果然还是我太弱了嘛 没有办法与王者武的大神们同台较量嘛 无数个通宵我都在苦练秘技 观摩了多少比赛 学习了多少秘技 依旧是不能够在王者武厮杀至今 哎 这样一个神奇的分段 一个本源之地 依旧是这么的充满的挑战啊 充满的挑战 果然不是随随便便 学了一点秘技就可以纵横的呀 我们这边还在往前追 机器人一勾勾封 这边盲森交闪现要追 正面战场维恩和莫干纳 在这边攻黄金叔叔 为这边闪现封路 阻挡住莫干纳 好 这边我们去救一下盲森 这个依族已经是一只尸体了 盾机过来瞬间上点 哇草松松突然钻出一只寡妇 那我感觉我已经走不掉了 被兵杖减速挂到 哎 只能无奈身亡 比赛进行到了这个点 我们又是一波溃败 那么估计已经是 无法 已经是无理回天了 很有可能就会输掉这场比赛 那么本期视频呢 也就到这里了 我知道我很猜啊 希望大家呢 不要学习 不要模仿 这个娱乐视频 大家看看开心开心就好啊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所谓输赢眼前酷 实力心中流 大家学到秘技 能够看得开心就好了 欢迎各位观众老爷 能够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加入我的GQ群 大家一起学习讨论 各式各样的秘技 连学新童 每周五更新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